孙岳曾经是中国南篮的令人期待的球员,他年少成名,曾经在ABA联赛打出出色的表现。 在08年进入国家队时,孙岳无论是对抗还是防守能力都相当出色,再加上刚刚签约胡人,孙岳慢慢变得膨胀起来。 在北京奥运会前夕,中国南篮集体备战奥运会,然而却传出孙岳在队内训练耍大牌的消息,一时间引爆了整个篮球圈。 当时孙岳在训练中出现失误被尤纳斯批评,不料他不仅不反省自己,还当众顶撞主教练,随后更是扭头就走预备退出训练。 作为一名年轻球员,却敢这样不把主教练放在眼里,姚明身为领袖自然无法忍受,他直接站出来怒骂孙岳, 你今天要是敢走出这道门,我就让你打不了奥运会。 姚明这两句话说的斩钉截铁,气气势十足,孙岳听完瞬间就怂了,最终还是乖乖回来训练。 都说知错能改善莫大言,经过这件事孙岳彻底收敛自己的脾气。 在姚明的监督下,他努力训练,终于在之后的北京奥运会上打出亮眼的表现。 不得不说,姚明真是太霸气了,大概也只有他才能治得住孙岳这样的刺头球员了。 那么你觉得孙岳在北京奥运会的表现如何呢?